我告诉你啊 以后你要是想吃凉磅藕片 你就像我这么做 鲜香脆爽 一吃就停不下来 而且做法比烧开水还要简单 首先将莲藕切成薄一点的片 再准备一点香菜 给它切成三米长的小段 水烧开 倒入藕片 加一勺盐和少许白醋 用这个方法能使藕片不发黑 而且口感吃起来也更加的脆爽 烫个20秒就可以捞出 用凉白开过凉 我每天都在跟你们分享做菜的小技巧 麻烦你给我一个小红心鼓励一下吧 非常感谢 加蒜末 小米辣 用热油激发出香味 放入香菜 调味就更加的简单了 只需要倒入一小包这个凉拌菜调味料 它一袋子里面有四小包 一小包就可以做一次 因为很多人做凉拌菜啊 总是掌握不好油盐酱醋 各种调料的比例 不是颜色太深 就是没有味道 它还可以拿来拌黄瓜 拌各种家常小凉菜 都非常的好吃入味 给它抓拌均匀就可以开吃 是不是非常的简单 赶紧动手做起来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